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这是今天6月18日星期五 学习辅助补课的第四节课 那我们今天上课内容呢 老师要用Core English上面的资源来上课 那最主要是在生活常用语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一起到Core English的网站上面来看吧 那首先呢先到首页 然后左边有一个学习辅助的选项 请你按进来之后按新版基本学习 再来呢先帮我按三年级的部分 拉拉拉拉拉拉拉下来 我们看一下常用语 常用语一 抱歉 好 来我们要开始做学习了 我们就不把它放大了 直接来看吧 好 你能说 能听得懂 能知道要怎么用 嗨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bye bye thank you 这些 这些 好 好 嗨 hello 当你遇到同学 大人 或者是陌生人 我们礼貌性的 say hi 他也可以跟你回应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ok 当早上的时间 我们上一次上课 有讲到说 早晨啊 阳光升起 或者是在吃早餐 或者上学途中 you can say good morning to your classmates 或是跟老师们 说good morning 就可以 next one good afternoon 好 好 十二点整 叫做noon 那十二点整 以后 还没到天黑的 那个时刻 我们叫做afternoon 下午 ok 所以下午的时分 你可以跟对方说 good afternoon goodbye ok say goodbye bye or bye 当两个人要 分 要离别的时候 你可以say goodbye or bye thank you ok 刚刚有交到 thank you 什么时候可以说 thank you呢 有很多状况 当别人帮助你的时候 或是给你礼物啊 或是赞美你的时候 你可以说thank you 好 来 现在是练习的时间哦 那练习的时间 请你们就到 常用语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quiz7 这就是练习的部分 这边帮他做完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听到什么选什么 ok 总共会有五题哦 你们要拿到 他指定的 他的标准 他才会让你通过 好 那我们再回来 三年级这里 你刚刚是不是 看完了 常用语衣吗 所以看完了 他会给你一个go 好 那你做完了quiz7 他也会给你一个go 除非是你有做成功啦 ok吗 好 你可能那个分数太差 他可能就不会给你过 好 好 那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常用语二 好 你们要能听得懂 be quiet good job listen look open 或是close your boat open your boat close your boat 然后你也会听得懂 什么叫做sit down 什么叫做stand up be quiet ok when should you be quiet 当有人在睡觉的时候 你要be quiet 当you are in the class 在班上 你们要be quiet 我们在班上做学习的时候 都不要太大声 ok 好 下一个 good job good job 当你做的 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 我们 你做 或是别人做 我们都可以 给他一个赞美的话语 good job l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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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听 look 就是看 open open 打开来 close 合起来 ok 我们也会常听到说 close the door 把门关起来 close the window 把窗关起来 ok 好 再往下 sit down sit down 我们常常班长会喊 那个这样的口令 sit down stand up stand up 好 看完了这些的常用语之后呢 请你们就要做 quiz a 常用语的 二的 另行 be quiet ok 好 来 那我们再看回来哦 老师要你们做完之后呢 请你帮我在这边做一个截图 你做完的时候这一二三四 这个四个部分会有四个勾勾 你要勾起来表示你真的有来看 那你要再帮我把这个页面给拍下来 这样子可以吗 好 再来呢 因为今天的那个 呃 内容比较短 好 那再来我要请你们再做一个小小的任务 好 请你 重新再来一次 在左边这个地方选智慧这个选项 那你进来到智慧的时候 请你找主题是智慧 好 那我们这几次上课都是在 呃 学一些常用的语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要带你们再用这个智慧部分来复习 请你按 问候你 语人物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做一些习语的练习 那老师这里带你做完呢 请你也要自行的去做 所以刚刚四个勾勾再加上这个第五个勾勾 所以你总共会有五个勾勾 要帮我拍起来 然后传到我们指定的群组当中 我就知道你有上课 而且你已经完成了 好 我们就来看看 好 Okay Jackie is a boy or a girl boy, right? Emily is a boy or a girl OK Jackie Jackie说一句话 Emily is my什么 We are in class B 我们在B班 所以我会说 Emily是我的 friend friend的大比较熟 是朋友 所以朋友一定会在同班吗 不见得对不对 好来我们来看这个字 classmate classmate classmat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同班同学 好来 Emily说了一句话 I like to play with Jackie He is my best friend or classmate 我们长听的说法是这样 best friend 我的最好的朋友 Bate 眼镜会说Bate 简写 OK Nice to meet you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和人家见面 所以你们是在一个会面的状态 所以你一开口就要跟人家说 Goodbye了吗 所以这样情境之下 应该say hi 会比较好吧 再来 I'm living See you tomorrow I'm living 你看他开车要走了 所以living是我要离开了 我正要离开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说hi还是goodbye 因为我们说hi跟goodbye的时候都会挥手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这种情境 这种情境 goodbye是比较适合的 于是我们就做完了 好就不再在意你们再看一次结果 请你们自行再次做 做完之后你可以回来这边看一下 有没有打勾起来 这里有打勾起来 表示你这个地方就通过了 所以以上 请记得要去帮忙自己做完任务 来 这个教学影片要按赞 作业要拍照传给我 那你的作业是什么呢 Cool English里面有两个地方要去 一个叫做学习辅助的专区 一个叫做智慧专区 去里头帮我做五个任务 有看影片的部分 也有点选 做一些习题的部分 所以要有五个勾勾 才能算过关 好 那你有任何问题再向老师询问 这节课结束了 Tack co 做一番辣的